2018年的汽车房屋保险又要开始涨价了 林大卫保险智库团队要教您不可不知的保险降价诀窍 接近2018年了 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 大家都在汽车房屋保险保费都在上涨 但是我们今天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告诉大家一些减价的技巧 提醒观众一下 如果你的汽车跟房屋 如果放在同一家公司的时候 你会占到很大的便宜 一般公司会给到30%到40% 不等的一些折扣 还有些公司呢 他发觉做过调查 他说我们在一些政府公家机关做事的 或者在做教授 老师 专门在里面做打扫的 caferetaria的工作人员 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折扣 还有一点就是大学学历 如果是即使一些国外四年大学毕业 尤其是理科方面 如果你能给他翻译 不管是从大陆来好 台湾来好 你把它拿过来做一个翻译 交给你的保险经济 有的时候也可以争取到10%的折扣 还有一点就是里程透明化 大家知道也是这几年的新规定 保险局说公司规定 说保险公司不能用住的地方来计算保费 你必须用他每年开多少 所以你愿意跟保险公司 比如说我每年告诉你我开多少里数 哪怕是一个收据 机油的收据 保险公司会预先给你一个5%到10%折扣 如果你真的开的更少的话 他会给你更大的折扣了 现在有些公司呢 这也是蛮新的一个折扣 我愿意给做老板的 如果你买汽车保险的话 也可以拿到15%的折扣 那我们讲的房屋保险也是一样 2018年也有很大的涨幅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折扣价 本来一个房屋保险大概1300块钱 就是因为把致付额调高了一倍 结果保费变成700多块钱 这么大的折扣 就是因为保险公司发觉 那一把致付额提高的人 他们不但不愿意去报保险 一些小的claim 就把它吃掉了自己来赔 而且大部分的人数呢 因为通通都不去报 给保险公司省了很多很多的钱 所以保险公司愿意在这一个族群里面 致付额升高的情况下 给你一些更大的折扣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 2018年汽车房屋保险降价的一些诀窍 让民众能够了解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